国道三号南下艳巢交流道发生了重大的车祸 有一台面包车因为爆胎整辆车子失控来回撞击护栏 车上三位的乘客还被甩到路面上造成身体多处骨折 驾驶伤势比较重还在医院观察 这起车祸一共造成了七个人分别受到轻重伤 救护车抵达车祸现场 救护车抵达车祸现场 一辆反复的面包车撞到车头凹险变形 车上三个人也被甩出车外多处擦伤 救护人员紧急将这三名伤者送医 其他卡在车上的乘客索性只有受到轻伤 虽然驾驶一度失去呼吸心跳 但经过急救后又恢复了意识 真的是鬼门关前走一遭 都没有哀嚎他们都情况都比较稳定 他们有的骨折有的外伤我们都一一处理 这起车祸发生在国道三号南下艳巢交流道 17号晚间卢西驾驶载着6名同乡返回屏洞的路上 疑似左后轮爆胎导致车辆失控 来回查找护栏 车上9名乘客有7人受到轻重伤 警察交通指挥可能无法立即疏散 我们还要下一个交流道再往北走 所以时间会拖比较长 这起车祸也让国道大塞车超过一小时 还好驾驶急救后减回一命 其他乘客也都没有大碍 继续两家伙伴佩如 各讯不到 非常高兴 有